詞曲 李宗盛 相信大家都聽過堆肥 堆肥的意思是英文叫做Compost 它的意思是利用廢物生產的產品 只要我們好好地把那些 可以被生物降解的原材料 然後就可以真真正正的 將沒有用的東西循環再用回 再製成一個肥沃的農作物 另一個字叫做廚魚 廚魚的英文是Food Waste 廚魚的意思是廚房的意思 魚是正魚的食物 例如桌上有時的食物 有頭有味和煮的食物 我們可以放在堆肥的桶裡 盡量不要放在垃圾桶裡 然後也可以製成一個肥沃的農作物 在我們以前的大廈裡 沒有收集食物 所有吃剩的垃圾 全部都放在垃圾桶裡 其實這些食物 可以將它循環再用 造成一個堆肥的效果 給我們的農作物 現在我們有新的措施 有一個盒子 大家可以每一天吃飽後 就可以放在桶裡 不要的食物放在桶裡 就可以將它製成堆肥 在我們食物的殘渣裡 或者做髒的紙 那些剩餘的食物 頭頭尾尾的東西 我們可以放在桶裡 其中包括食物 例如乳頭 就算是咖啡 這些咖啡 有袋子的咖啡 都可以放進去 就算是木的棍 都可以放進去 有時候我們吃的 魚的殼類的食物 就算是蠔殼 蝦殼 蟹殼 都可以放進去 大鍋 大家要小心點 記住一樣東西 千萬不要放些 膠袋 都不可以放進去 這些保鮮袋都不可以 就算保鮮紙都不可以 這些好像 Fall paper 都不可以放進去 這些奶的盒 還有紙碟 就可以放進去 但是叉子 一定要分開 它的叉子是放進去 垃圾那邊的 在我們公司裡 大家都會有學得到 分開一些食物 或者垃圾 例如一個桶是垃圾 一個桶是環保的 一個桶是做堆肥的 或者存餘 然後在家裡 也可以做到 同樣的系統 如果在家裡 有小朋友 你的小朋友 也會回來 跟你的父母 聊聊 怎樣分開這三樣東西 如果每個人做得到 有這樣的系統 我們的世界就會很好 在我們上班 他們在廚房裡 有一個桶 他們盡量找些報紙 佔在底部 所以保持它的乾淨 另外 其實在公司裡 有另一個方案 可以做 例如你吃的 下午午餐 有紙袋 用紙袋 來安裝食物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放在堆肥的地方 你可以用的桶 是我們提供給你 例如這些綠色桶 或者你喜歡不喜歡的顏色 你可以用其他桶 你自己有的 或者你自己已經有 舊的桶 用的話 也可以用這些桶 小小也可以 然後我們把紙 放進綠色桶裡 然後 令人最興奮的 就是把堆肥 變成肥沃的農作物 由你們的房間 就會拿到 一個叫堆肥的地方 設施裡 但一兩三個月裡 它製成了之後 就會變成肥沃的農作物 堆肥 其實現在 就可以用在市民那裡 或者 我們社區裡 都有用著 減少了 可以減少到 我們現在用水 因為如果堆肥 有肥沃的話 就不用用那麼多水 就算我們 比如學校 我們的社區 都會有用到 來吧